蝦餃肉 去喝茶蝦餃烤賣會叫的 這個鹹水鴿會不會叫來吃的呀 其實做鹹水鴿在家也做得到 今日為大家分享這個鹹水鴿 100克梅頭瘦肉 切粒粒 醃了少許胡椒粉 半茶匙鹽 1茶匙生抽 30克乾冬菇 30克蝦米 3隻馬蹄 20克糖芹 1湯匙金華火腿碎 1湯匙紅蔥頭碎 1湯匙薑米 香料有少許胡椒粉 半茶匙五香粉 半茶匙鹽 麻油 1茶匙生粉 2茶匙生粉 加3湯匙水 加2茶匙 拌一拌 1湯匙蠔油 1湯匙料酒 1茶匙白糖 鹹水角的材料 這是燉圓 用55克 60毫升水 30毫升生油 300克糯米粉 50克糖 120毫升水 放2茶匙 1湯匙 倒入鍋 釀薯米 冬菇 少許鴨匙 薑 雪糕 湯匙 適量 放入猪肉 榨子 淀水、胡椒粉、胡椒粉、鹽、糖、酒、蠔油、香粉 1湯匙水,煮熟透 少量的生粉水,煮薄的麵就可以了 等它可以黏在一起 煮熟透 把烏凳麵的水煮熟 沖到烏凳麵裡 一邊煮一邊攪拌 把烏凳麵的水煮熟 煮熟五分鐘才煮熟 把烏凳麵倒入盆 剛才燃熟的燉麵 將烏凳麵放在烏凳麵中間 熟了 把糖放在中間 水 把糖和燉麵捏均勻 把糯米粉撥在一起 不要一次過加進去 怕太多水就要加份份量不準確 搓到差不多的時候 把所有油倒進去 搓均勻 搓到軟熟 把桌子撒粉 預定一個盤 塗少許油 分割 把粉團切開 35克 大小絲分拌 用來量度 把糯米放進去 油不要太薄 薄 一會兒沒有糯米的質感 搓完 輕輕按 最重要是薄一點 把糯米放進去 一會兒可以加入餡料 一茶匙薑 新鮮 煮平 立即 煮平 切緊 不然炸起來會爆 ㄏㄟ 煮平 很軟 在桌上 把糯米撈起來 這裡如果不夠黏緊 就可以了 把糯米炸起來 放入800毫升油 一定要浸泡 用筷子放在旁邊的油溫 160度左右 放入160度 不要放太密 會黏在一起 幾個炸 千萬不要黏在底 如果油溫不夠熱 油溫要夠熱才放進去 這裡放了5個 炸硬了才可以放另一個 用筷子動 用筷子動 吸水比較均勻 3分鐘 炸到顏色不要太深 鹹水果做好了 讓我試一下 鹹水果的皮有點微甜 裡面的餡是鹹鹹香香 很滋味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自己在家做點試一下 如果喜歡的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 多謝大家心底下 下次見 拜拜